本土、民主、反共 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咦?妹妹,你在看甚麼? 在看見國研習班 但你不是四眼甚麼的粉絲嗎? 看完四眼哥哥也看了泰博壓近 但你上個月沒有給見國研習班的月費 你今個月還給唐主、來仰和天琦 行了,現在給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第八視角 第八視角 Sing Tiffany tiffany 晚安 真的晚安 又回來了 又再一次一個星期 你可否不要那麼累呢? 有甚麼不累呢? 我覺得你好像很累 看不順眼 累又不行 累又看不順眼 累又不順超 你真的有精神嗎? 那是呀 多謝我 多謝你甚麼? 多謝你 我令你精神回 你令我精神回 真的多謝 觀眾不想見到你那麼累 不會的 今天有甚麼要說 今天發生了一件花生事 看我的朋友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 但我今天才看到 對 總之是這兩天 有一個妹妹 表妹 她打了一段東西 又鋪了WhatsApp對話 我上次講過補習社 即是阿sir有爆了那件事 但這件事應該沒有那麼道德爭議 但純粹是大家會開聲吊救公 但這件事應該不會搞得很大 我覺得這件事幾juicy 所以我想說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的 首先WhatsApp對話就是 那個 我不知道 裡面是有一個表姐 表妹 還有那個救公 我救公就是一個表姐的男朋友 總之就是一個男人 對 然後那個男人 就WhatsApp過他自己的女朋友 說 你表妹的我交友邀請 他這麼沒禮貌 將來不等叫我去見他 然後那個女生又回覆 我都不知道他為何會的你 然後她說 吃屎啦 我生氣啊 你今晚不要來找我 然後又收皮 你跟他說 我家他是給他面子 我最討厭這些人 這樣 我真的體現得很小器 純粹發生 我想大家可以精彩一些 大家應該想聽下去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男人又說 我家人這樣對你 你會怎樣 然後那個女生說 欸 生氣 然後她說低能的 你也 然後那個女生沒有去生氣了沒有 她說 沒有啊 你想我親自吵架他 還是你吵他 然後那個女生就答 我幫你 就是罵自己的表妹 然後那個女生的表妹 就不肯加他 就取消了 然後那個男人 就發脾氣 就對著自己的女朋友發脾氣 就對著自己的女朋友發脾氣 說自己的女朋友 沒有禮貌 然後很過分 他就說 在生氣了 你家人很厲害 我買起他全家福都可以 你有時都很像他們 然後你不覺得嗎 同一個血統 你叫我不要理他們 但是你不覺得你很像他們 我覺得很少家 可以這樣說 神經病 然後就有很多資料 然後爆出來 其實重點是 我認識這個男人 這個才是 所以我想說 話說那時候佔領 有First A 我就在First A的營 那裡睡 那時候佔領我們 還在那裡過萬聖子 好像是 我不知道你在那裡過什麼 然後我就戴著那些鬼面具 你也做了這個無聊的事 我真的很無聊 真的很無聊 無聊到一個無聊 無聊到一個無聊 然後就戴著一個鬼面具 我嚇中他的 為何嚇中他的 他勉強脫我的面具 即是你嚇他 對 然後他勉強脫我的面具 好像法國一樣 我覺得很害怕 然後他不斷問我電話 或者我的名字之類 然後騙手 我覺得普通禮儀 就騙手 我也覺得沒什麼不妥 然後他不斷煩我 即是WhatsApp 等等 有一次他又說 今晚什麼什麼 我懶得理他 我說我今晚做功課 結果他在佔領區見到我 然後我想 我在佔領區做功課不行 然後他又說我騙他 不知道什麼 我心想我不是很熟你 我騙不騙你也不是 然後好像發脾氣 和整個First A的人說 什麼我騙他 我是賤女人 我心想 我跟你沒有關係 然後 不知道什麼事 就在First A的人好像 罵他 然後他就說 我知道錯了 我要跟佳欣說對不起 然後又說送玫瑰花 真的嚇到我 然後呢 然後 其實我覺得佔領區有危險 女生來說 你覺得佔領區對女人來說是危險的 我自己覺得危險 因為他是一個瘋 我還遇到另一個也是瘋 其實你的意思就是說 佔領區其實是很多 很多這些人 很多這些人 然後下去其實是 可以說叫做 適女仔 是為了有一個交友的媒介 或者有一個溝女的媒介 或者一個 總之就是這樣 嗯 然後 我遇到那個更加一點 我有分享一下 今天聊天 聊天 因為其實 上去聊天 聊天了一整晚 我都沒有睡 因為周圍都是人 對 都不會睡的 我想金鐘那些人 不是說孤男寡女 都是人 然後 然後 然後我開始想避他 我覺得那個人不妥 但是不是覺得不妥 因為那時候 我還天天在家裡 不懂得看人 不知道 即是判別不到哪些人去救人 你明白嗎 然後 我已經避他了 然後晚上 又遇到他 然後他走過來 然後又說看我的手 然後他堅強拖我 然後我那一刻害怕到熟 因為我原本跟另一個人在聊天 然後突然那個人走過來 然後 又好像肆意給跟我聊的那個人 我是他女朋友 然後跟我聊的那個人 即是以為我是他女朋友 然後 其實我是很害怕 我想我已經避了你 你不知道十輩子 還是找到我 神經病 金鐘有多大 要找你又多難 你在金鐘就有機會撞到 說真的 然後 他嫁了拖 然後 那個朋友見我 好像很害怕 然後就怕到 原來我是很想避他 然後我們兩個就逃走了 就是純粹分享下一次的經歷 你的意思就是金鐘其實是很多這些人 其實那時候 其實也是 真的 你猜這麼多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我想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真的知道 不過他的目的和你的目的不同 有一點區別 其實他都是 自己一個 有一個誤會界 其實都挺個人的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真的挺好玩的 如果你當作一個歷奇 冒險 你想想 有獎抽 有女球 然後有 BBQ 吃包含唱歌 慶祝生日 跳舞 然後有人幫你說自己是民主鬥士 有什麼 想起都覺得爽 就是 你看到 對 平時生活圈子裏達不到的 在那裏一次都滿足了 真的爽的 然後就是 還有報紙幫你說話 你這些人就是民主英雄 又有什麼 又有什麼 說一下光環領進 又有多浪漫 想起都覺得爽 不是開玩笑 所以他們現在還是 很多人還是說 我去過 什麼想當年有關我的事 之後會出現這些情況 好像在緬懷 但其實 哎 世界都已經過了很久 好像過了一年還是兩年了 兩年 兩年了 我覺得是 好像是兩年 時間快到都已經不知道自己 我和你都認識了兩年了 原來有兩年了 不是 時間快到自己都忘記了整件事 不是開玩笑 我也忘記了 不過算了 過去了這些 無謂的過去 不要再提 那我們今天要說什麼 我們今天要說什麼 剛剛你說的那個 不是啊 剛剛那個是花生 不是花生 其實也是的 我覺得你說得對 那裏很難多講 剛好這件事出來 你又勾氣回到之前 對 勾氣回到之前 在金鐘 在金鐘 在金鐘見歌 那些人真是 哎 這個世界真是 好不知所謂 其實那些狗公好容易出名 還有說真的 不要以為 那些什麼民主鬥士 不要以為 就是什麼品德 是非常之好 其實不關事 我曾經試過舔過一次 怎樣舔過一次 那次不是乞丐那件事 什麼乞丐那件事 你說清楚 即是你扮乞丐 不是啊 我拍了一個人 很明顯他扮乞丐 總之 我由衣著判斷 即是合理的判斷 我覺得他不是香港人 我記得那件事 然後有一個人問我 那一個人經常問我怎樣看 一些事件又問我怎樣看 有些人又說我沒有看法 有就交流一下 然後他又說自己 你知道我沒有讀歷史 有些事情就問一下他 然後他又說一下 然後他又說 他又說 糟糕了 什麼事呢 他又問 那這次你被人放了上去 什麼高登的Facebook page 說你欺負過阿婆 你怎樣看 然後我就爆竊 我覺得是合理的判斷 我覺得我趕走他是沒有錯的 即是要說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那時候 去趕走一個疑似大陸的乞丐 就拍了一段影片放上去 然後被人公審說你欺負我 我純粹說你很離開路 如果不是我報警 我連警都沒有報到 算是善良 即是你只不過是一個口頭去勸喻他 然後你也是被網絡的人公審 其實也不算是什麼公審 因為當時我Facebook沒有設定那些 即是很容易被人看到我的資料 那他純粹是把我Facebook 投過的東西拿出來 那不是公審不一定起到你底 兩回事 公審還公審 而且那班又不是真的高登仔 你說是高登網 還有現在Facebook那些假高登貼圖 但他有不同的說法 不過不要緊 已經過去了的事 不過你會發覺其實真的 然後那個人問我 然後問完之後 我記得他之前在Facebook問我 然後我們慢慢變了Whatsapp contact 我記得他曾經跟我說的一句 我好想幫你出名 我心裡都河了 原來整個意志就是這樣 即是把我的私隱 即我跟他談我的假 又爆出去了 某某某某又爆出去了 然後他之後跟我說 他那部機器被人打擊了 然後我當然不理他 之後他就手機短訊 即現在通常不發短訊 他手機短訊就說 對不起呀 我知道我這樣做是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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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真的覺得你這樣對阿婆很過份 我受到手皮了 所以我覺得 就算是正見一樣 聊天那些 都不一定是好人 即是小心一點 其實簡單來說 即是大眼色人 然後我回到學校 那些同學跟我談一件事 他說什麼呀 這傢伙九公來的 他都試過WhatsApp煩我 我Blog了他 他有兩個WhatsApp的電話 是呀是這兩個 原來世界真是這麼小的 簡單來說就是要打眼色人 即是 原來身邊的同學都知道 那傢伙是什麼 我覺得整件事 世界真是這麼小 為什麼我可以不知道呢 沒有關係 世界小和大都是什麼 不過我覺得這些 其實好像沒有人教 即是真的沒有人教 我起初真的覺得 如果聊天也是好人 不行呀 現在你的世界太黑暗 我現在重新 是你自己特別天真 只是說真的 你自己特別天真 不過我證明了一件事就是 我真的是天真 你是天真 故自然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我覺得 不夠了解人性的 有些很不黑暗 香港人也是 不太正是你一個 其實所有人都是 都不太理解 人本身是 可以那個黑暗面去到幾大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說 最後就是會衍生出 一大堆那些片案 或者好像你這些 無知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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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知天真的笑 我列入歷史的笑 對 被別人玩 然後又什麼 或者好像金鐘那些 根本下來 難聽說下來 是賺食的 即是根本是賺食的 其實真的 但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會覺得 因為他們不談不說 因為只是覺得人性很光輝 即是純粹是 表惡 即是 隱惡陽善 即是所有恐怖 黑暗 掩蓋了 但只是說一些很善良的事出來 即是好像剛剛 試試試 剛剛好像你這樣說的 其實根本很多 無日無知的事發生了 其實 即是你分享完了 我分享完了 到你了 不是 大家有關係 因為由你的 即是個案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根本是 剛剛好像所說 剛剛很多 一些不好的事 都是被人隱瞞了 所以我們上次那集 不是說過 那個恐懼了 試試 他就是把 一些網絡 或者一些人性 都黑暗寫出來 你記不記得 我沒有看他的東西 但大概是 是啊 但是是這樣 但是其實 然後是如波未了 然後到現在 到現在 到現在事情很誇張 我聽你說過 你可以說一下 就是在說 因為其實那兩本 那兩本 叫Deep Word的東西 已經 那兩本書 簡單來說 就是那兩本書 有一些 簡介什麼事 就是那兩本書 有一個叫恐懼鳥的作者 出了兩本書 而那兩本書 是涉獵到一些 性虐待 一些 亂倫 亂 將人攀殺 而且還描繪得 繪形繪星 寫得很詳細 寫出來 然後呢 因為當初 他沒有交到任審處那裏 那裏 然後所有那些中小學生 都可以就這樣 在任何書店那裏買到那本書 然後被一些學生 社工或者家長發現了那本 然後就 投訴那本書 最後那本書 被任審處評為二級的 北亞物品 然後就封了包膠 即是封了包書膠 才可以買 那我想問 是否未夠青就不能買 是啊 未夠十八歲就不能買 嚴格來說是 嚴格來說是 如果我想看 可以叫人幫我買 但我夠十八歲 所以你不需要 你已經不需要在那裏扮成年輕 行了 知道了 但現在更加新的情勢就是 有66個組織 以一個叫做 性傾向條例加校關注組發起聯署 66個組織 對66個組織 誰來的66個組織 其中一個叫做 性傾向條例加校關注組 然後還有一些中小學 還有一些 很多 有太多的團體 我都不知道誰打誰 剛才又不見他們出來 聯署要求什麼呢 為何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有這些團體 是我無知還是 你不知道的 這些團體會無涉 不知道什麼時候彈出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 平時是不出現過 你都不覺得 他從來都不會在社會上有太多知名度 他出來做什麼 他說 投訴要求這個淫審署 將這兩本書列為三級淫捨物品 直接 沒有東西啊 他又不是淫審署 即是他要求 即是他要求他這樣做 他說要要求他 即是他覺得二級半 即是二級半 即是二級半 即是二級不夠 要三級 三級是禁售 三級是不可以在任何形式發佈和銷售 包括網上發佈都不行 如果是三級 我覺得他們要針對其他書 如果是三級淫捨的話 他們只是針對這本書 針對這本書 針對那個作者 其實我覺得是針對那個作者 很明顯 因為他覺得這本書是慢惡 是邪惡的根源 總之就是一本惡讀的書 還有我覺得其實是那個作者 我越想看 那個作者是囂張 有一點反駁他 不肯正面道歉 所以他就更加要講盡殺全 我覺得這些所謂的家長組織 教育團體 有什麼呢 有家長組織 教育團體 中小學幼稚園 然後聯名有66個組織 就發動聯署 就好像我剛剛這樣說 還有他就批評這個 淫審處的財審準則是不對 簡單來說就是不知道 不夠公開 雖然這個人真的 淫審處我覺得 你不知道他什麼視頻是二級 什麼視頻是三級 好像他喜歡就算了 但問題就是 好像我們上次這樣說 恐怖的東西其實周圍都是 不是搞到好像他這樣 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這些東西都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這些東西都存在在這個社會上 只不過是你們不敢說 你們不敢看 你們不敢聽 然後你掩著自己的小孩的耳 掩著自己的耳 然後你跟他說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一樣 我就是這樣被人騙大 其實他們覺得那些小孩 基本上他們是沒有什麼模煉的 我覺得那些小孩 因為你經常會說 你這樣教他殺人 教他 你要教他 如果他會有這些 假設他真的有殺人的傾向 我不覺得他是因為會看這本書 然後就會馬上導向他殺人 那說不定會變成偵探 說不定會變成警察 我不知道 很多這樣的情況 還有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本書是這麼有問題 其實你更加應該跟他探討人性的黑暗 就好像我們之前說過一次 但問題就是 你這些是斬腳趾被沙蟲的方法 你說禁了這本書 那就算了 禁了這本書 就是禁了這個作者 然後你打沉了這個作者 他不會再作這些書 沒用的 他依然可以上網找到很多很多很多 關於酷刑 一些你們覺得是變態 一些這樣的事 其實現在資訊發達 根本是蓋不住的 你根本是自欺欺人 你浪費氣 你那些草職 你禁了這個又怎樣 你將來我照找 例如好像這一段 上次我們不是說過那個女侯 你記不記得 記得啊 人字 上次我們讀錯了 因為上次我忘記了讀 上次我讀了人微 但我們回去查完之後 其實是讀人字 究竟人字是甚麼事呢 其實這一段 其實我覺得這一段文字 可以比美的 那個deep words裡面 那些東西 我讀給大家聽 女侯就可以事無忌憚地 開始最漂亮 最期待 這段文字可能會引起人不安 如果你怕的話 就不要聽 不要看 最漂亮 最期待 最驚心動拍的步驟了 她下令坎掉 戚夫人的雙手雙腳 又把她漂亮的眼珠畫了出來 兩隻眼睛成了鮮血淋來的黑洞 戚夫人絲心裂肺的哭叫 一開始的確 如月了淚後的身心 時間一長就有點心煩 於是她又強迫這個戚夫人學客雅藥 都不夠 又叫人用煙把戚夫人的耳朵分到濃 最後還要把慘不忍睹的戚夫人丟進去茅廁 讓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人亦折磨而死 是不是夠變態 其實這段是歷史 你自己上網找 基本上你打人字或者打女後戚夫人都一定找到 然後還有 這段都不算最變態 這段都是說她把手手腳腳 然後畫了眼耳口鼻出來 那也算了 分農她的耳朵 其實我以為是剪了她的舌頭 但原來是毒啞她 毒啞和剪了舌頭都差不多 不同 如果你留下舌頭 她有咬你自盡 我想可能她毒啞了她 其實未必可以咬你自盡 這個研究 下次可以研究一下這個自信的方法 可以咬呀 現場示範 然後被人追討 追討 有投訴 我們這個節目教壞小朋友 教他們自信 我想他們不會看這個節目 不要緊 很奇怪的 那些團體無處不在 不知何時彈出來 不知何時彈出來 有這樣的團體 有66個 有呀 有學校中小學 有幼稚園 也有的 可能你的學校有份 回來找找 然後還未完 他說 這場殘忍的折磨進行到最後 終於誕生了一件被女後命名為人治的作品 作品 說完之後 他是用作品來形容 究竟解釋 解釋 人治 那當然是甚麼 治 就即是豬 人治 就即是人形豬 簡單來說 他就是把這個 刮殺手手腳腳又龍又蠻又啞的女人 他就把他變成一隻人形豬 扔在那個 扔在那個 那個叫甚麼 跟那些豬 跟那些豬一起生活 其實雖然說是生活 其實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然後最變態都未完 最變態就說 也許覺得獨樂樂 不如眾樂樂 一起看 母后高興的時候 不忘而止 然後女後高興 就叫他自己的兒子過來 然後想他點一點喜氣 即是讓他沾一些福氣 你看看我的作品 對 然後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叫劉瑩 即是衛帝 簡單來說 很有漢衛帝 然後 然後他就說 被前面有個黑湖湖的肉團級嚇著 然後他就聽到這個是戚夫人 然後他就嚇到哭 然後朱尼朱尼 當然不說了 即是簡單來說 我只是讀了一段歷史出來 即是歷史來 你自己上網找回來 我是上網找回來 已經是足夠變態 那本所謂的deep work 其實根本就是跟deep work一樣 難聽你講的其實 我想問他兒子會不會 他兒子最後據聞 是說他嚇到傻了 然後就說 即是據聞 我不知道 因為這些可能是野事 他就說 他就說他嚇到 即是他接受不了自己媽媽的那些人 然後他就 重情聲色 然後還屈屈而終 過了七年之後 還是幾年之後 他是沒有變變態殺人犯 他看著他媽媽做的事情 他也是沒有變態殺人犯 是沒有變態殺人犯 因為他其實說他的兒子其實是一個 即是身性都算是幾溫柔的人 所以最後沒有變態殺人犯 也沒有跟他媽媽一起做一些那麼變態的事情 而他媽媽是很變態 他就變態到叫他兒子過來跟他一起看 你看一下他 欣賞一下 我完全無骨悚然 那你其實覺得 這段是一段歷史 這段是一段真正的歷史 這段真正的歷史 跟那個deep work比 你覺得 其實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如果你覺得deep work這件事有問題 或者這兩本書其實是有問題的話 我認為你也應該要把這段歷史刪除去 因為這段歷史其實跟那個deep work一樣是個變態 你同不同意 是不是一樣是個變態 他還要叫他兒子一起看 然後還要覺得很興奮 看到他 他說這段歷史教壞 應該遞掉他 其實我覺得應該 黑暗的東西不應該存在在世上 這樣也算 其實還有 除了這段還有一個 叫武則天大家都知道哪個 哦 知道 武則天一定知道 看劇也有 他當年對付兩個情敵的時候 他是怎樣做 跟這個女后一樣 他就是什麼 把他刪除了手手腳腳 然後他放進酒裡釀 然後他叫這個 我們品嘗 他又沒有品嘗 但是他說 他說這個叫醉骨 就是醉 酒醉 他說這個叫醉骨 你自己找醉骨你就找到 就是這樣折磨死了那兩個 黃皇后和蕭淑妃 這兩個情敵 所以其實你 那些女人是真的恐怖一點 我不知道 其實你相比上來 其實你根本 其實說真的 你Deep work這些東西 只不過是 將歷史的一部分 或者現在人的一部分 最黑暗的情況拿出來 就好像現在 你說的文化大革命 說的文化大革命 第六十周年 這樣 那時候文革也是這樣 那些人也是 劏開別人 然後拿他的內臟出來 然後生吃下去 血饅頭呢 還有很多 根本 太多這些東西 你遮不完 蓋不完 浪費鬼氣 那些家長團體 你不要杜德塔利班上身 不要在那裡自欺欺人 你兒子 如果是會變殺人犯的話 老實 我難聽一點 他也是這樣說的 你教一下他 教到他人性的東西 他就不會變殺人犯了 不會那麼容易 看了一段什麼東西 就會變殺人犯 而且他要看得太容易了 不要那麼自欺欺人 你不要以為把這本書消滅了 那他就不會影響到 不會得到這些資訊 很簡單 你打仔也會暴力 你在他面前斬豬肉也會暴力 浪費氣了 所以跟他們說浪費氣 好 休息一會再等他再說